疫情爆发以后 美政府放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到处散毒 发表各种污名化言论 如数据不透明 疫情起源 病毒泄漏 还公然挑战世卫组织权威 称世界卫生组织助长中国发布虚假信息 对全球抗议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然而特朗普没有料到的是 放任蓬佩奥这种行为 最终却报应在了美国身上 据《法治日报》4月27日报道 面对美国政府所散播的荒谬言论 欧洲多国科学家予以驳斥 他们指出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 是初学者的错误 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 可能在任何时间 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现 中方同其他国家一样 是受害者 而不是加害者 更不是病毒的同谋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和免疫部门主管奥利维耶 施瓦茨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内产生的 而这可以从病毒的基因中看出 他还批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蒙塔尼耶有关新冠病毒人造论的观点 除施瓦茨外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 法德拉·沙伊布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也再次辟谣称 就以知证据来看 新冠病毒起源自动物 而不是经实验室人工干预或制造出来的 而在美国国内 王牌脱口秀节目 每日秀主持人特雷福诺亚 他也不止一次吐槽特朗普政府多位政客甩锅中国这局 除了科学家与媒体孤立美国政府以外 据央网网4月21日报道 G7视频会议上 与会各国领导人也对美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孤立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美国强调要断供世卫组织后 公开表示全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WHO视为国际协调应对疫情的中心角色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表示 WHO是国际合作和协调中重要的部分 英国卫报对此刊文道 在七国集团会议上 美国被孤立 对于美国被孤立的消息 人民日报4月27日发表社论 如此散读 罪则难逃 指出 由于蓬佩奥四处散播同样凶险的政治病毒 以偏见和傲慢煽风点火 造谣声势 如今美国政府已经被部分学者称为病毒帮凶 人民日报奉劝蓬佩奥之流 停止喋喋不休的反华过灶 并且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 尊重并保障人民平等的生命权健康权 抬头看一看事实 闭嘴听一听公论